黄帝哥哥 黄帝哥哥 我把黄昂年要的 四十二双金给带来了 小贵子 刚你查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回皇上 经所大人查点 一共是一百三十万两银子 多少 一百三十万两 天哪 这敖拜果然是搜了 这么多明纸明膏啊 黄昂年哥哥 我带了金书来 金书 金书 金书我带来了 给 好 好 好 那你说说 我啊 我扮成小太监和小贵子 还有索额图 抄了敖拜的价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在密室 记里咕噜 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计划什么阴谋鬼祭 冤枉皇上 冤枉啊 我和索大人 还有一些下属 都在那儿统计和清点呢 可是索大人提出一个好问题 他说那么多人 人多混杂 万一有个人顺手牵羊 拿走了一两件物件 怎么办 全都是贵重的物品 如果真丢了的话 那肯定是大罪啊 所以索大人就把那些下属 通通轰出去了 屋里就留下我和索大人 两个人在那儿关门清点 可谁知道啊 刚刚我 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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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什么 刚刚 刚刚好 公主就拿到了这两本经书 我看啊 是刚刚小贵子找到了经书 就被剑宁给抢走了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黄帝哥哥 剑宁 你要经书干什么 不是 黄老娘一直念念不忘吗 我想着去讨黄老娘开心 就舍得他总骂我了 剑宁 你过来 过来 去讨黄老娘开心 就舍得他总骂我了 你呀 以后老实一点 谁都不会骂你的 知道了 黄帝哥哥 知道了就下去吧 朕还有和小贵子有话说 那我先告退了 我去找黄老娘 剑宁 你把经书留下 为什么 朕让你把经书留下 我不 我要去拿给黄老娘 现在朕说话你都不听了 是 走开 起来吧 转过去 衣服里是什么 好 皇上饶命 奴才知罪了 皇上饶命 要怪 就怪奴才从前没有见过世面 刚才那屋子里 好东西太多了 我一个都没见过 我尤其喜欢这匹御马 我刚一上手 我刚摸了他两下 所有大人直接就把他塞到怀里了 他说送给你 我说不要不要 这儿不好 他说你拿着拿着没有问题 你看还有什么好东西你就全拿走 我说这样 有一匹御马就差不多了吧 我说我就要他吧 别的您拿走吧 我就把他给塞肚子里了 不是 我就把他给塞 火马罐里了 就是这样的 皇上 奴才知罪了 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大胆小贵子 你竟然敢中饱私囊啊 一口饭没吃了 我都饿死了 起来吧 小贵子 你替朕出去了敖拜 这是大大的功劳 朕怎么上你都不为过 就这一个御马 都算不了什么 拿着吧 谢谢皇上啊 谢谢皇上啊 饭呢 就等会儿再吃 先跟朕 去趟慈宁宫 朕要你把这个经书 献给太后 走 小贵子给太后请安 太后万福 快快起来 谢谢太后 太后 小贵子 你可真能干呢 那是托太后和皇上的红福 皇上娘 小贵子一早就在忙公务 连饭都没顾得上吃 是吗 嗯 快 你们两个带小贵子 去后边屋里 拿些糖果糕饼吃 谢太后恩赏 谢太后恩赏 贵公公 海公公 您今儿怎么换地儿了啊 这什么急事儿啊 把您急到这儿来了 抄家 抄家 抄的 抄的 怎么样啊 海公公您真是料事如神 我这正准备跟您说呢 您就先提了 抄的挺好的 挺好的 皇上挺满意的 抄的什么了 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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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的挺多东西的呢 要不说敖拜真是个奸臣啊 这家里那金银珠宝啊 一屋子一屋子的 差点没黄下我的眼睛 还有什么呀 还有 还有一匹御马 我瞅然那一屋子金银珠宝 都太俗了 不太符合您这种玉树临风的气质 所以专门 把这匹御马 给您顺回来了 我这就摆在您扛桌上去 海公公啊 您不知道啊 这好马呀分两种 一种呢是能跑的 一种呢是能摸的 您摸着摸着呀 就摸着了 夏天您就抱着 凉快 这凉快了 您这是又有急事啊 四十二张经呢 有两本 一本是敖拜的 另一本是敖拜的 超速和撒哈的 要不说您了事如神哪 我又想跟您说 您又抢先了一步 说 那个可恶的 刁蛮的剑林公主啊 海公公您知道吗 我 刚把那两本经书 捧在手里 还没误热乎呢 谁知道人家老人家 从天而降 直接把那两本经书 从我手中给掳走了 这经书的后来的下场啊 不用说 您肯定又知道了 落得太后手里了 了事如神 还是先落得踏实 这煮熟的鸭子 就这么飞了 您说上哪儿说理去啊 到头来啊 咱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人家是公主 咱拿它没辙呀 咱恨不能把人家 拉过来打一顿 把这经书给抢走啊 不能再说了 这越说啊我越气 气得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您让我睡一会儿 我消消气 把烫喝喽 行 那我喝两口 真香啊 真香啊